DX 嗨你好我是Lionart Bar 上一集呢我们提到了 如何利用两个方法来避免付费影片 暴露出来源的网址 而导致客户把你的影片网址散布出去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观看 这一集呢我们来谈谈如何去降低影片被下载 或者是被倒入的几率 那就是固定浮水印和动态浮水印的应用 为什么我说降低而不是避免 因为数位资讯真的很难完全避免被倒入或是被下载 只要是电子资讯出现在人眼看得见的荧幕上 都一定有办法利用外接设备或者是破解软体 来倒烤影片或是图片 就像门锁也有分成高价和低价各种不同等级的产品 比较贵的门锁可以提升安全性 但也不是绝对能够百分之百的防窃 我们提供的方法虽然不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防盗至少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就连许多卖座的电影都能够在未上演之前就被倒入了 你真的还需要一直纠结这个议题 还是先做再说呢 毕竟别人都已经开始知识变现了 而你还在思考如何防盗吗 先来说说第一个固定浮水印的方法 固定浮水印又分成两种 第一种固定浮水印比较简单 就是在影片后制的时候利用有透明度的文字或是图片 盖在影片的某处就可以了 可能是右上角或是右下角 甚至是整个画面 这个浮水印的文字或图片通常是你的公司logo加上网址 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降低被恶意下载或倒入影片的几率 虽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但是至少被倒入的影片也可以增加品牌的曝光度来达到行销的效果 我们再来谈第二种固定浮水印 这第二种固定浮水印必须使用外挂的软体播放器 在影片的播放器上面直接上传一张浮水印的图片 让你的影片在播放的时候可以直接显示这个上传的图片 目的就是为了去弥补作者在后制影片的时候 忘记去加上他自己的浮水印图片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或者是你的影片可能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好了 那当时并没有加上浮水印 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体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 毕竟你要去后制一个影片再输出转档 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 如果一段十分钟影片输出转档的时间要五分钟 那五十支影片就要花掉至少四个半小时的时间 好我们讲完了固定浮水印 现在来谈另外一种叫做动态浮水印 和固定浮水印的主要差别在于什么 每一个登录的用户都可以在影片上面去看到不一样的浮水印 这个动态浮水印它会去显示登录者的账号 或者是他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他上网的IP位置 一旦影片被测录了 就可以依据影片浮水印上面显示的账号来得知 这个影片的登录用户是谁 来当成道路行为的证据 并且这个浮水印 它还会每隔十秒钟 就在影片的左右两边交替出现 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影片的浮水印被裁切掉 所以这是真的会动的浮水印 如果是固定浮水印再加上动态浮水印 两个效果同时套用在影片上 那么就更能降低影片被倒入的几率 那这种动态浮水印的功能 是一种付费的外挂软体 我们已经把它整合到开课平台的网站里面 这个外挂功能费用不贵 目前只要1000块台币就可以达成 我们就可以让你的影片永久使用这个功能 不管你的影片是托管在YouTube的平台 或者是Vimeo的平台 都可以套用这个功能 不过这十多年来 根据我个人经验 国内外这些外挂软体的价格 每隔一段时间都可能调涨 或是改变收费的方法 例如上一集我们提到的Vimeo影片托管平台 之前是采用每个月不限上传影片数量 而是限制容量 上个月却改成了 每个月限制上传的影片数量而不限容量 并且针对新的用户调涨两倍的售价 而旧的用户维持原本的方案 另一个案例是我在2012年 就开始使用的Webly简易驾站平台 当初是支付了年费 就可以架设10个网站 10个网站 后来改成只能架设一个网站 也等于变相涨价 不过我的旧账号仍然维持原本的方案 可以架设10个网站 所以网路上的许多软体供应商 在初期都会释放较大的红利 就好像早鸟架一样 早期用户可以取得优惠的价格 而且用得越久就省得越多 所以通常当我发现一个好用的软体 我都会尽早付费买下来 有些软体它是一次性的支付 就可以永久的使用 有些是每年支付 但早期用户享有最低的年费 如果看准了这些软体是好用的身材工具 我会建议你尽快购买 并且发挥你的执行力 尽快使用它 下一集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知识变现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架设的网站 以及如何透过YouTube的影片 把流量带到自家网站的方法 我们下一集再见 YouTube影片如何知识变现 这一系列的影片主要在探讨 如何将自己这一生学到的有用知识 透过网路分享来取得收入的方法 这种低成本高报酬的网路创业方式 非常值得喜欢在网上分享知识的朋友 利用网路来经营自己的知识产业 这不是什么新的商业模式 只是把书店改成了线上商店 把书的静态内容化成了动态的影片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商业模式 因为知识本身拥有千变万化的内容 每个人都有可能制作出与众不同的知识产品 就算教学的内容相同 譬如说英文 但是每个老师讲解的方式就有差异 甚至能创新教学的方法 所以能带给学生不同的体验 我们协助客户架设自己的专属线上课程网站 并且卖断网站的所有权 让你真正的拥有买房 而不是租房的感觉 除了让您可以任意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 更不需要担心网站搬家后 资料就消失的问题 如果您想要架设在自己的主机 OK 没关系 你把网站直接打包带走 您就是网站的主人哦 实际上证作的 行吗